問你一個問題 你平時去旅行 會肯給多少錢你看一個Panorama景? Hello 我是李倫 今天我會去一個瑞士人私藏的蕭閒島去處 這個地方你一來不需要跟其他遊客迫 二來只需要給1元就可以在最高處裡看到整個城市的風景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跟我一起出發 假設你看完這段影片之後都會有興趣來參觀一下 我今天也是會用遊客的角度出發 我今天要去的地方位於瑞士的巴蘇市 如果你是坐火車來的話就記得火車站巴蘇SBB 當你來到火車站之後就首先找南面的出口 即是大數字台那邊 如果你看到你走的方向有間Locsit Town 和有一個很大的Mediamarket紅色招牌的話 那就對了 在這個車路出來之後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轉左了 你轉完之後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大約走6到8分鐘就可以了 中間是不需要轉任何彎的 如果你說你不想走的話 都可以在火車站門口坐16號的電車 向著這個方向坐兩個站都可以 走完8分鐘或者坐完兩個站之後 你應該就會來到一個叫Telflux的電車站 在這個位置你會看到你前面有三條路 不需要擔心你走錯路 只要你首先找一下UBS瑞士銀行的招牌 然後選這條路走多幾步就可以了 如果你選擇坐車上去的話 你直接就可以在這個位置坐15號的電車 坐到總站Bloodalholt 大約15分鐘就會帶你上去 我今天就會選擇走路走上去 順便看看沿路有什麼風景可以拍到 其實這條路都幾闊幾平穩 而且大約半小時就會走上去 所以就算你是老人家或者小朋友 都不需要太擔心走路會很辛苦 提提你吧 瑞士的天氣都幾變幻無常 早上和晚上的溫差都差幾遠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被山圍住的關係 瑞士很多時候早上都會下雨 然後中午又會出太陽 然後下午下多次雨 然後晚上又會好回天 所以你來旅行的話都幾看彩數 記得多帶一把傘和多帶一件外套 這邊看起來好像幾好天 這邊已經有個烏魂來 雖然我是走路走上去 但是如果你來到這個叫Wolfsloot的站 其實都幾值得坐一坐 因為這個站上去的條路是走路走不到的 而在這裡你就可以坐電車穿過樹林 好像有一種入了時光隧道的感覺 就是這樣 下車後我選擇左邊路繼續走 走多4分鐘就找到一間很值得和你推介的餐廳 這間叫Stucky的餐廳不單有米芝蓮姓 主廚還拿了今年的瑞士最佳主廚獎 他們標榜他們所有食物都是用本地當作的食材去煮 等來的客人可以吃到食物最原始的鮮味 如果你是下午可以選擇3-5道菜的菜式 88-130瑞士法朗普等 如果你是晚上來的話他們就會服用你百道菜 價錢是210-130瑞士法朗 他們暫時沒有開門所以進不去看 Tanya Grandis 就是這個主廚的名字 回到我們繼續出發 這間餐廳的左右手邊都有條路上去 這間任何條路都沒有問題 話說這邊都是住宅區 而且住在這邊的人相對經濟人都比較好 而且會比較多老人家和小朋友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這邊會不會很危險 不過同時如果你們來旅行的話 就小心點不要騷擾住在這邊的人 呼 遇到我之後躲回家了 不記得說這個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地 巴斯爾水塔 真是好幸運出來之後這麼好天 其實今天早上一直都是下雨或者陰天的 所以真是很難得 終於都走到那個塔上了 不過真正挑戰我的部分現在才到 因為我要走到上去塔頂 差點看不到 原來這隻恐龍躲在這裡 先補充一下 這個景點是全自助的 沒有職員收費的 所以你要進去的話 就在左手邊有收銀機 可以直接入錢就可以了 入場費就是1元一個人 這裡只可以付銀 寫到明了 千萬不要扔過2元下去 還有他們的開放時間 就是早上8點到下午5點 你就千萬不要這麼晚來了 進到來了 好大的回音 那我們現在準備走上去 其實看上去都不下很長 你應該沒問題的 好,出發 我想說 講到好像挑戰一樣 其實一分鐘已經走到上艇了 見到光了 讓我這麼開心以為自己已經走 誰知道 還有一條 這條樓梯看下去感覺上舊很多 還有彎很多 好,我相信我們這次終於都到了 好,準備好了 好,準備好了 哦 我們下一個階段 第一階段 我們下一個階段 就要說 沒問題 不應該要來 才可以 é 在身边 呢 沒問題 今天就開始問大家的問題了 通常你是不是在賺小多少錢來看Panorama的景點呢? 通常你選到sky bar 或者觀光塔的話 走走走都要給二三百元港幣的 這次你只需要給一元上席 即是百元港幣 你就可以上到這裡看到這個風景 這裡最大的好處就是你不需要和人逼 我上到來大約一小時都只看到四五個瑞士人沒有進去 所以你想怎樣就怎樣都沒有人可以阻擋你 這裡就看到這個水塔的建築圖 這個水塔全程高367米 是在1926年建好的 它建的原因是因為當時有大量的移民湧入了巴薩 為了應付當事人對水的需求他們就建了這棟 你看到再遠一點已經是巴薩市中心 那邊白色的那棟大廈就是這個城市最高的那棟大廈 我們現在這個位其實比那棟大廈還要高的 這邊看過去420公里就是巴黎 那已經是 你來的了 你來的了 我來的了 每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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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事 你來的了 一會兒 好 好 好 我現在下去看看附近還有什麼可以看看 其實如果你說不想走上塔的話 在下面坐下看看風景已經很漂亮了 在Google Map看到這裡有一間教堂 一開始以為都是一些傳統式的歐洲教堂 誰知道來到發現又不是 建築是很新的 想不到這個位置都會建這麼大的教堂 有多少人小時候的夢想就是 在家裡有個後院可以讓你放滑梯和彈床在家裡 在路上看到很多這些樹都生了這些野果 不知道是否值得的呢 那瑞士的水是可以乾淨到直接喝的 如果你在街上看到這些水泉的話 可以借在這裡裝水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讚好和分享出去 告訴你的朋友 你在瑞士不需要花很多錢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還有在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條影片有什麼看法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